很多人都养成了习惯 一看到蛇中裂纹 那就认为是脾虚 然后呢 生灵白猪伞 尖皮毛等等 尖皮补皮的药一通乱吃 但往往呢 都不管用白花钱 这是因为你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 那像这位患者 蛇中的裂纹很严重 比较深 嘴唇的煞白 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那么除了蛇中裂纹以外 蛇中和蛇根的胎也是白腻的 还有微微泛黄 说明呢 失血蕴结的时间比较久了 出现了化热的苗头 并且呢仔细观察还能够看到鱼这点 说明呢 痰湿已经阻结了这个气血 脾肾阳虚 含湿不化的一个表现 冷的一看 问题好像还很严重 但这种蛇像还是比较常见的 多是饮食不结 导致那脾虚生痰化湿 含湿组织了阳气的生发 气血生化不足 出现脾肾阳虚 像是怕冷 手脚发凉 四肢困重乏力 脚变清肠等症状 这个时候调理的方向 就要找对 舒干礼气 健脾 去世化痰 温阳不慎 还要兼顾气血双补才行 你学会了吗